好,正如大家所見,我還是沒有書桌,還在等 那書桌來了也會放在我現在後面這個電腦椅的這一塊地方 好,那就等他來吧,我是已經跟朋友訂了,他是做那個木頭的 大家好,我是Paul,最後一段之後我英文一起讀 那沒有書桌還是要錄節目,所以我們就繼續錄下去 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是世界上最髒的男人 哇塞,你看一下這個螢幕你就知道 他有一個照片,看起來是烏漆麻黑的 另外一張是他還抽著煙,然後連手都是很黑的 那來,他在去年過世掉了 So, before dying at the age of 94 in 2022 真的是去年,那他的名字不太會唸 amu haji Anyway, he was known as the world's dirtiest man 世界上最髒的男人 he lived in a cinder block shack and had not bathed with water or soap for over 60 years 好,光這裡我們就有另外兩個一定要講的東西給同學介紹一下 所以他住在一個 he lived in a cinder block Cinder block這個東西啊,就蠻有趣的喔 我說真的,中文我不知道他叫什麼 但我找了一下下,所以你可以現在看螢幕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的東西 嗯 那據了解這個好像有時候是可以拿來蓋在 反正可以蓋東西用的好像是 那似乎他的這個 這個支撐力好像也是蠻強的 有時候會覺得這好像是鋪在草地上 讓那個草地不會塌陷的 可能是另外一種東西 但anyway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Cinder block 那中文把它翻譯成沒紮塊 是不是真的沒做的 我也不知道 好,所以他就住在一個這個Cinder block 蓋成的一個shack 那這個shack的意思 就是小屋子或之類的 我們這樣理解就夠了 OK 然後他呢 就在死掉之前的這段時間 已經超過60年 沒有用水也沒有用肥皂洗過澡 所以我們這邊介紹一下 我剛剛把Cinder block也打出來 C-I-D-E-R block Cinder block 然後他沒有洗過澡 那洗澡這個字 你當然可以說take a shower 可是有一個像泡澡之類的 我們叫B-A-T-H 對不對 那他的發音是BATH You take a bath take a bath 可是他可以變動詞 加一個E在後面 那只要有E在後面 他的發音往往就變成長的音 就是A-E的音 所以這個字的讀音是BATH OK 因此我們可以再往下多做一點介紹 就是有一些另外的字 他的確沒有E結尾是名詞 有一結尾是動詞 例如說呼吸這個字 我們說take a breath take a breath 就跟take a bath一樣 他不是A-E的音 所以如果把它變成A的音 就變成BREATH OK就長音的E-E-E這樣子 所以BREATH跟BREATH 一個是名詞BREATH 動詞就是BREATH 所以對著一個人 假如他今天在緊張焦慮 然後呼吸不過來 你就對著他喊呼吸啊呼吸啊 你就會叫他 Hey come on breathe BREATH 所以BREATH是動詞 BREATH是名詞 有時候我們會說 你少囉嗦啦 你跟我講這些沒用 我不會聽你的啦 So save your breath OK 省點呼吸吧 少跟我囉嗦了 Save your breath Stop talking OK I'm not gonna listen to you So save your breath 名詞BREATH BREATH 動詞 然後BATH 洗澡的名詞 動詞是BATH 這樣子 好回來這裡 所以再回來說 He had not bathed with water or soap for over 60 years 所以這裡用的是動詞 因為它是過去完成式的一個結構 所以它是動詞變成的過去分詞 下一段 Haji's other peculiar habits Were well documented which included consuming roadkill smoking a pipe filled with animal excrements and holding the belief that cleanliness would make him ill 好又有好多字可以講 所以雖然說這種都短短的 可是它裡面能講的東西還蠻多的 那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習慣 那我們剛剛知道它有一個特殊習慣就是不洗澡 不用水也不用肥皂洗澡 是不是它的意思是會用別的東西洗也不一定說真的 因為它說不定喜歡用泥巴洗澡 那那個就不是water也不是soap 那說不定這樣讓它更健康 所以為什麼要活到94歲 說不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不管 所以它其它的peculia habits 所以peculia這個字 我們有時候講特別不是special嗎 但有這麼一個字叫做peculia 它你大概也可以餘略翻成特別 可是這個peculia多半是有點奇怪的特別 OK 所以這裡用peculia用的是 是財是所的一個字 so his other peculiar habits 都有被大家記錄一下 well documented 那而就包括了which included consuming roadkill 這個字也是一定要認識 什麼是roadkill 就是在路上不小心被 在路上不小心被汽車撞死的小動物 你說好像這種東西很多嘛 台灣也有 只是你不常看到 而且台灣被撞死的多半就是老鼠 老鼠過街 被碰過去死掉了這樣子 那那個在 就是我們就理解那個叫做roadkill 那你說國外可能老鼠比較少 可是松鼠很多 所以松鼠被碰死 我這輩子不知道看過幾次 還蠻常發生的 松鼠不會過馬路 那過到一半停在中間 不知道該繼續還是該回頭 然後就被碰死了 真的很笨 好所以roadkill 那甚至可能連路啊之類的 你知道有時候會有一些路 然後走出來的時候就被車撞死這樣子 所以這種都可以被稱為roadkill 然後他還會抽個煙斗 smoking a pipe 那這個pipe裡面裝滿的是animal excrement 所以剛剛的roadkill已經寫出來了 那麼多加一個 下一個字叫做excrement 什麼東西呢 也就是排泄物 所以他會把動物的排泄物塞在煙斗裡 抽牠們的排泄物 不知道這裡的爽感是什麼 然後他繼續就是說 他有抱持著一個信念 OK He held the belief that cleanliness 這字也是特別要講一下 OK clean這個字是動詞 也是形容詞 桌上是乾淨的 the table is clean OK I clean the table 動詞是clean 可是呢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 名詞 就是加ly結尾 然後再把ly的y給去掉 變成ines 你知道ness結尾都是名詞嗎 那這個字 我們剛剛講原本叫clean 那你如果說不動它的話 你就會以為變成cleanliness 可是不是 這個字的名詞翻譯是cleanliness cleanliness 就知道就是 OK All right So he held the belief that cleanliness would make him ill 會讓 就太乾淨會讓他生病 好 然後呢 這個 結果在他的死掉以前 就附近的 就這些村莊裡的這些人 就說服他去洗個澡吧 就是 不知道 這句他讓我很好奇是 他可能已經生病或什麼幹嘛的 快死掉了 然後在這個時候 大家勸他洗澡 他就 好啦 死前洗一下好了 洗完以後就死了 那那才 可是這句語言不詳 因為這句讀起來會讓人家以為是 他被大家勸去洗澡 洗完澡之後就死了 所以就是洗澡造成他死亡 來我讀給你聽你看你會不會有這種錯覺 或者說這並不是我的錯覺來 So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nearby villagers managed to convince him to bathe OK 所以大家設法說服他去洗了個澡 而這是在他死亡前不久 那這句話就讀不出來 是不是洗澡造成他死亡 真的讀不出來 但是有可能 我覺得 就我對英文的理解來說 這是有可能的 那這個到底有沒有 causation 就是它有沒有因果關係 你知道cause就是造成 它的動詞就是 不要講動詞 它的名詞 因為動詞本身就是cause了 所以它有個名字叫causation 有沒有一個causal relationship OK 這個字不是打錯 不是casual 我記得以前學過一個 好像上統計學的課 我講到統計學藍白河 沒有啦 所以記得學統計學的時候 教授就 先寫這個字在黑板上 然後他會跟大家說 這不是我寫錯字 我不是要寫casual OK 不是那個隨性的 或什麼之類的 casual不是 OK 他寫出來這是causal 就是英國關係這樣 所以到底洗澡 是不是造成了死亡原因 這句話讀不出來 so we never know I guess 好 所以就是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文章 希望你喜歡 你會不會是一個 很不常洗澡的人 我坦白說 以前住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們很長 三天 四天不洗澡 因為不流汗 也不會髒 那現在不知道空氣 有沒有比較不好 但當時的時候真的 空氣並不是 空氣不髒 你要是沒運動的話 你會發現 你今天過了一整天 你也不覺得好像要洗澡的樣子 但 但據了解 我爸還是每天洗澡 那我們這些小孩們 好像就 會有可能好幾天不洗澡 我甚至還聽過 以前有一個 這要不要講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牧師 然後那個牧師 他可以長達一個禮拜不洗 有夠測了 好 在那邊說人家 五十步笑百步 好 這車遠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